包山上的包子又叫平安包 原本是由岛上各个糕饼店一起分担制造的 但是随着糕饼师傅越来越少 现在岛上仅存两家传统的糕饼店 包山上所有的包就由他们一手包办 老板说,他的包店平时是属于家庭作业 只有在太平清教期间会多请15位的零食工 从早上7点开工,马不停蹄地做到晚上11点 平安包的制作过程和日常吃的包子没有两样 搅面粉按分量分成小颗粒 这些工序现在都由机械代劳 但包馅料还是得靠人工 由师傅们用双手搓搓捏捏 按传统的方式制作 唯一有变化的就是馅料 这些包基本上传统性应该是麻荣 麻荣是什么叫麻荣呢 就是芝麻和糖 和熟的糯米粉 搓换一堆给水 为什么要用这个传统的馅料呢 因为它以前物质没那么丰富 人们的生活水准低 环境不是那么好 最便宜的成本 最主要是吃斋 近期这二三十年物质丰富了 我们就加了莲蓉豆沙 因为它吃斋 我们不可以做奶王 我们一定要跟回传统 去吃斋 要看 看看 包子需要烘焙15到20分钟 烘炉有限 平均每个小时可以做三四百个包子 每个包子盖上平安的标志 就大功告成了 做好的包子送到包山现场还是柔软的 需要等待包子冷却变得比较硬 才容易用绳子穿上 做成一串一串的包子 这个过程急也急不来 包山竹架的基本结构完成后 再把串好的包子交给搭建包山的师傅 慢慢地挂到架子上 单单是挂包子的过程 一般上就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因此糕饼店做包子的时间很充裕 做出来的包子和顾客平时吃到的品质完全一样 但是等到节日结束 已经是一个星期后 挂在包山上的包 经过日善雨淋还能吃吗 平安包非常传统 没有防护剂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什么呢 其实那些人拿到包是保平安 以前物质没有那么丰富 那些人很窮都拿来吃 它晒到光晒 用来冲滚水 用点糖下去 那还有个传适 那些人说吃了平安包 倒平安 一百元神一个平安的意思 基本上现在就没有人吃了 节日现场免费派送的包子 无人问津 但是每逢太平清教当天 丙家门前却大排长龙 大家都想尝尝新鲜出炉的平安包 店家一天之内可以卖出上万个包 人龙一直延续到对面的巷子 远道而来的游客 往往必须等上一个小时 终于买到这个包了 还得查了这么久 这个包和山上的包一样的 可以保平安 味道不错 除了可以吃的平安包 不少商家看准这个机会 推出各种相关的商品 包子形状的纪念品 也应运而生 大受欢迎 请大家继续向前下 多谢合照